宣布懷有第二胎的鍾佳欣 這日回到香港出席活動 見她四肢依然簽有 身形fit到漏 真是一點都不像已經懷孕五個月 不過佳欣就說 今次駝B的感覺比上次強烈得多 有Kelly的時候就沒有什麼 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大到這一胎我就 經常有作嘔的 和真是在街上嘔的狀況 而且累得眼睛都擦不開 佳欣有沒有看過這些不同的symptom 會不會覺得是男生 曾經第一胎的時候 我有這樣想 很多人都會說 陀仔是尖的 陀女是圓的 陀仔的樣子是漂亮的 陀女是醜的 這些東西 但到我真的有了Kelly Kelly的symptom是兒子的symptom 但我是女兒 所以這一胎我覺得我不相信 佳欣說 在懷孕是計劃之內的事 不知道她有沒有跟歲半的女兒Kelly 灌輸她就快做姐姐呢 每天我都會灌輸給她知道 而且重複又重複地告訴她 女兒媽媽已經有了BB 你要好好疼 知道嗎 然後她說 疼疼BB 然後她就疼疼 然後她就會說BB 現在說話了 所以慢慢我想她會知道 直到我真的生的時候 照計我的女兒應該是兩歲的 兩歲應該是認識的 而且買了小小的公仔BB 今天有個奶瓶 她現在已經天天地抱著 又BB又笑又疼 又幫她餵奶 所以我想她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的姐姐 因為她已經在餵奶了 佳欣自從結婚3B之後 就專注相夫教女 不過原來她都沒有放棄自己的演藝事業 還說有計劃重返幕前 其實我真的生癢 你知道我很喜歡演戲 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現在這個期間 除了好好專注 很愛惜我們的BB和家庭之外 都開始在想 其實老公啊 我什麼時候 和怎樣去 去平衡到我們的家人 和工作生活呢 老公的支持 很支持 她是無論 她是沒有管我的東西的 我老公是 我覺得很好 她是很支持 只要我開心 她會做什麼 所以很好 看來佳欣都想兼顧事業和家庭 不過要照顧好兩個小朋友 又要工作 真是不容易 難怪她說生兩個已經足夠了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